过去半个多月来,民众都在关心着巴仙乐园烧伤的患者 而事实上,在我们的社会当中,也有一些曾经遭受灼伤的人 现在他们过得如何?来看看这位陈毅修 17年前一场科学实验,让当时9岁的陈毅修惨遭火吻 后来的他,其实没有排斥自然科学领域 反而因为众人的祝福,让他继续勇敢走向 曾经最痛也最爱的那条路 17年前的一场科学实验,因为老师不慎打翻酒精灯 造成6位孩子烧烫伤 其中最严重的是年仅9岁的陈毅修 身体和脸部有9%的烧烫伤 总共进行一次清窗3次直皮 还差点因为感染,一度威胁生命 他顶多就是好痒好痒,他比较没有一直叫痛 然后都很勇敢地忍耐,很勇敢地度过 这一点也是让我做妈妈的很敬佩他 一场意外没有让他留下阴影 反而更坚定不移勇敢面对自己的未来 原本以为他会不喜欢再做实验的 可是没想到他还是一样的喜欢 那喜欢就尊重他,顺着他的性向 家中墙面放满奖杯 陈毅修的数理能力从小就备受肯定 尽管身上的疤痕抹不去擦不掉 但这个时期对他来说却充满了爱 鼓励小卡可爱图画 连奇艺三国志都出现在病房里 运动的游戏的机会 把脖子的角度拉开 将心比心才有同理心 我们才不会才知道那种孩子的感受 也才能够去鼓励他 父亲的智慧,母亲的柔软 再加上两位兄长的陪伴 让措手不及的意外 也在意外中加速陈毅修的复健之路 因为我的学生也会用精致力鼓励我 那等于是有点把我答醒 我想哇,我不能一直沉浸在那个 那个忧愁啊,哀伤当中 我真的很配有他的毅力 如果我是他的话 我想我也做不到 现在的陈毅修正在攻读哈佛大学的博士班 他想透过自身经历 向八仙城报的所有乡者说 只要信心、勇气与毅力三者兼具 天下没有做不成的事 大家信用彭氏会林佳慧台北报道